大家好,我是黑Jones,首席电工 上一期跟大家聊了一些拍摄技巧 说了说我们的工作流之后 这一期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用过的200块以下 能够提升视频拍摄体验的5个小配件 从0到1选影像 欢迎全网搜索黑Jones 银河系最酷无人机团伙在等着你 相信看我们节目比较久的朋友 都记得我这台伊拉克橙色的索尼HSR 外壳上已经磨掉了一大块 都能看见它的金属的原色了 所以唏许于它的经验 我这里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机身的贴纸 我的这台HM3一买来就贴上了贴纸 可以看见它的开孔非常的精准 保护基本上没有死角 用了半年多 可以说撕下来就是一台全新的二手机 大家在淘宝上买这类贴纸的时候要注意几点 首先一定要用3M品牌的材质 3M家的贴纸比较好 可以反复的贴 撕下来也不会有残胶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触感非常的好 不会有廉价感 这样好一点的相机贴纸价格一般都在100块钱左右 千万不要买太便宜的 然后就是这个小三脚架 可能大家在节目里不常见到它 不过它可是陪我去过很多地方 一般我们旅游的话肯定不会想带那种大的三脚架 但是如果说你想录个Vlog 或者想跟别人拍个合影 甚至简单的就想用相机拍个岩石 很多时候没有一个脚架又很麻烦 这个时候这个小脚架就很有用了 小小的身材可以挂在包上 装在相机上之后收起来就是一个自拍杆 像这样 展开放在地上就能拍岩石或者拍合影 可以说是出行必备了 曼幅图的旧款的这种脚架大概在160左右 它在新款Pixel EVE有旋钮 直接拧紧 不用赚脚架 不过价格会小超200块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第三个小东西是Pick Design的产品 PD这个牌子很多摄影师都很喜欢 这个相机背带的快拆连接器 就是它的经典设计 大概也是为数不多200块钱以下 能够买到的PD产品了 我这里买的是两个连接器 两个尾扣 再加上两个转接环 把连接器装上肩带了之后 或者装上你的包了之后 想用肩带的时候可以像这样一扣 如果不想用肩带了 直接按住 一推 就下来了 这样可以实现肩带和相机之间的快拆 大大方便了我们这种经常拍着拍着要上稳定器的人 上一期节目曝光技巧那里有观众问 光圈优先快门五十分之一秒就不用管了吗 如果没有ND镜的话 你确实没办法管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ISO和光圈都是固定的 想要应对光线变化就只能自动快门 电影拍摄会根据每个镜头去更换ND镜 我们出去拍摄的话 一个镜头就换一个ND镜都太麻烦了 所以这里推荐 可编ND 也就是VND 可编ND的价格差别很大 但是一般价格基本上就代表了它的光学素质 这里推荐新手购买一个便宜的先尝试一下 不用特别推荐 买你买得起的那一款就行了 比如我手上的这一款就只有164块钱 注意镜头的口径一定要选对哦 VND一般都是双层镜片 两边镜片旋转角度不同 会削弱光的摄入量 网上最常见的是ND2到ND400这种 也有ND2到ND2000这一种 范围越广 镜片设计的难度越大 如果价格相同的情况下 画质损失就会更大 当我用VND的时候我就会切到全手动模式 S-Log下用800的ISO 50分之一秒的快门 或者你拍慢动作的话就是帧率的两倍 F28或者更大的光圈 然后去转动你的ND镜 让曝光补偿 在1.7或者2就可以开拍了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你的相机完全是不用调整的 曝光你只需要转ND镜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最后一个是最便宜的 绝对不会打扰 也是我个人认为最值得投入的 就是蔡司的镜头纸 这一款很多人都在用 虽然看起来跟贴手机贴膜的镜头纸没啥差别 但是它擦出来的就是清晰一些 味道比普通的酒精擦纸更怪一些 干的也更快一些 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发现它最好的用法 首先拆开之后 就用这个折叠好的比较湿的纸 把镜头上比较明显的痕迹给擦掉 最明显的几块斑痕擦掉后 把擦镜纸完全的展开 边画圈边均匀的擦拭镜头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擦上去的液体迅速的挥发 这张展开的纸也会马上就干掉 然后你的镜头就干净如新了 特别简单好用 好了这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点赞投币收藏 如果你也有好用的摄影小配件想分享的话 可以给我们留言哦 欢迎关注黑丘子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